在持續至今的新冠疫情影響下 深港澳間客船往內近乎停滯 對船公司打擊可謂相當沉重 不過在逆境之中 船公司仍然抱持積極心態 除了隨時為覆航而做好準備之外 亦為即將到來的5G新世代做好規劃 期望在科技支援下 提高乘客的整體乘搭體驗 即是5G技術來到後 高速、高效、高速 亦可以令我們給客戶更加好的體驗 例如船上互聯網的速度 資訊的傳送 若果到將來 我們可能已經不需要走到票房買票了 通過手機 甚至一些技術 經過自己走過閘道 便可以支付了 直至上船 亦都知道到時有沒有位置 我們都不用就著時間來到碼頭上船 除了可以為客人釋放時間 在行程途中提供穩定網絡之外 吳兆賢介紹 5G技術亦有助公司營運 甚至提升航海安全 其實會有很多便利之處 譬如我們可以收集數據 我們船班調配 我們銷售 其實綜合了5G的數據之後 我們可以一個大數據的應用 其實就將整件事都會更加有效力 技術上的高速傳送 還有大了之後 其實很多人會即時可以傳送到 我們船上的狀況 亦都可以透過不知道技術 可以高速傳送回資料 給我們的控制中心 所以其實對海上的安全 海上的定位都有幫助 吳兆賢補充 雖然今時今日 香港新一輪疫情仍未放緩 何時才復航都仍未知數 不過船公司仍會做好準備 迎接一切回歸正常的一日 其實我們在這段時間 除了去想一下 當我們恢復時會做些什麼 我們其實都做一些服務上的研究 期望到我們重新啟航時 就讓我們成下一個重新的體驗 包括我們船上的一些 一些改善服務 我們都在進行 我們計劃了5G整個覆蓋 我們安裝 是夠約了差不多兩年 但是我們主要是 開始安裝 今年3月開始安裝 剛好3月是澳門來說 是一個疫情比較嚴重的時間 所以其實我們都改變了我們的計劃 做了一些相對沒有密集的地方 才做了一些工程 令到我們可以順利地 完成我們所有的工作 還有很多其他電力的問題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知道5G耗電的情況 會比4G多很多 所以我們最後5G的用電量 都是其中一個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們都花了很多時間去解決